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一个简单又有益的饮品 就是柠檬耳米水,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生意米4两, 大约3份2碗 柠檬1个, 冰糖2块, 材料就这么多 柠檬耳米水有开胃烧制和美白的功效 而且很适合这个热天饮的, 冰冷了更好吃 好了, 让我先处理材料 材料处理好了, 很简单, 将耳米洗净 柠檬和冰糖差不多煮好时才下 水也煮滚了, 水用了3公升半 现在就加些耳米进去 现在用中火煮滚了之后, 转小火煮一个小时 柠檬耳米水已经煮了一个小时 这个时候, 加些柠檬和冰糖进去 这个柠檬不用太早切, 差不多煮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 淋放在前才切片 如果看到有些核, 尽量都搅拌 现在就加些柠檬和冰糖进去 那些耳米水那里 盖上盖子, 让它煮至冰糖溶了 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煮多10分钟左右 柠檬耳米水, 我们从小喝到大 我们家的小朋友很少喝汽水 一到热天的时候, 就会煮这些有益的饮品 给他们喝的了 有时候煮多些, 冰箱, 冰冷了 他们都很喜欢喝的 那我又很感谢我妈妈教我煮这些 这么有益的饮品 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的 我妈妈就 到热天就会煮些五花茶 浪漢果水 和冬瓜水给我们喝的 那我就承传了我妈妈这样东西了 那我现在趁这个机会呢 那我就多谢我妈妈一声了 那好了 让那些 乳米水煮至冰糖溶了 好了 煮多10分钟之后 冰糖就溶了 那现在呢 这个 好味又有益的柠檬乳米水 就已经煮好了 那你可以试一下味 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够 適合你的酸甜度 那你可以再加些冰糖 好了 大家都不妨试一下这个 柠檬乳米水 真的很好喝的